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首先要干什么呢 被调章程 章程第十条委员会的批复 第十条里面第二小条 如果你的这份申请书被拒绝 那么申请人可以上诉反对这个决定 但是你怎么反对呢 要通过发通知的形式 发给谁呀 给密书 而且还要限定要求在十四天内 从哪里开始计算十四天呢 在被告知拒绝接受之后十四天 他是先把这个申请人翻译出来 然后呢 我们知道 两大块如鱼 未鱼 有了 然后剩下的什么其他的事情 知之夜夜都放到后面去解决 那我们来复习一下咯 第十条委员会的批复 还记得是什么吗 首先 批复 哦 艾琳 第一个打出来 Approval love committee 非常正确 好 那么我们再看第二条 如果 如果是哪一个词在这 这是假如的一句话 所以它不是这个句子的重点部分 哦 if 一份申请书呢 一个申请书 一份申请书 都可以 你要知道 申请书是什么来着 Application application是er吗 application 前面是an 是的 an application 被拒绝 被拒绝 前面是什么 后面是什么 怎么变 被拒绝 想一想 我没学过 b加什么来着 就是那个动词要变成 什么样子 加以地 对了 is rejected 大家都加好了是吗 看一下答案 然后 if an application is rejected 恭喜大家 完美地 被下来了 那么这句话里面呢 if an application 记住哦 an 这个an 舌头已经上去了 那么再读这个an的时候 自动就点起来了 if an application 很轻松哦 不是an application 去 an application an application 哦 an application i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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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ducting 练一下哈 好 就是前面 假如的这句话 假如说 如果 如果你这个申请被拒绝的话 后面我们看主要的这个部分来了 本申请人 你怎么拒绝我呢 本申请人不服 好 申请人 怎么说 申请说是application 那申请人是哪个词啊 是不是差不多呢 哦 apply 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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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述 没 appear 是appear吗 小橘再想一想 稍微的再想一想 appear 是这个词吗 没 最后好像有一点点不对哦 appear什么 没有 预期是吧 appear什么呢 上述 against不是动词哦 你查一查 against是动词吗 两个连起来 appear against 现在咱们说 可以上诉 上诉这个动词 是哪一个啊 是贴起来了 你找一找上诉那个动词有没有 如果有的话 你可以单独记它呀 是appear吗 小橘 是我记错了 还是我记错了 还是你记错了 那大家怎么都记得against 那么上诉这个词这么重要 怎么不记得呢 哦 哦 打出来了 好 他两个一般情况下是连起来我们学的 但是呢 如果只说上诉的时候呢 就前面这个 如果说可以上诉去反对 好 那appear against against 是不是就打错了 against 之前打错了吗 再看一下 一会儿把我搞懵了 against against 你这个不知道怎么读 appear against 好 一般情况下 把他们两个连起来 然后 好 上诉反对 这个决定 这个决定 是什么 反对这个决定 你怎么会拒绝我呢 我反对 哦 我要上诉 很决定 很决定 oh this decision 你们同意吗 好 我们来 看一下 整个这句话 是this 还是the 别人 看到了没 the devision 好 我看到 在这句话里 整个这个主干就是 这个申请人 可以提出上诉 反对 这个决定 好 再往下看 通过 发通知 这个形式 怎么反对呢 通过发通知的形式 通过 通过 发出通知 两个词 发出通知 发出通知 given given 不是given 不是gave吗 为什么 given given 你知道了 好 by giving notice 好 给秘书 是什么秘书呢 给 哪一个词呢 oh to 秘书 秘书 我都不知道你打的那个是啥 to the secretary 咱们小区打出来了 好 yeah 好 发出通知 给秘书 那么在什么什么之内 是哪个词 oh we think 那14天 在14天之内 应该怎么说呢 我大家都很厉害 oh we think 怎么就搞成24了 oh 14 days 好 然后 在什么什么之后 是哪个词 在什么之后 ah after 被告之 被告之 又是被 看清楚 被 被告之 被告之 after being advised 拒绝 接受 拒绝 接受 接受 拒绝 接受 rejection oh yeah 咱们小区怎么背得这么溜呢 好 其他同学呢 都忘了 学了几遍以后 忘了 忘了 然后翻译的时候呢 就出不来了 好 现在咱们看 真的 咱们小区 那个英语 真的很溜 oh 你看答案的呀 我说你怎么背得这么熟 好好好 我在这里羡慕你半天了 你怎么背那么熟 好的 好的 好了 那今天这句话 我们已经把它又复习了一遍 第四遍了 各位 张成 我们学四遍了 那么您想一想 咱是不是又熟悉了一些 是不是今天又记住了一个两个单词呢 啊 能记住 能多记住两个 就是我们的胜利 所以呢 如果没背下来 也不要灰心 也不要丧气 至少我今天记又多记了一个就好 好 那么 谁能来把这第二条 整个的读一下呢 好 整五的一个就上外 Yes 六六六的 六六六的 六六六就已经是100% 分枚 自联 老师王上好 10 Approval of Committee 2 If an application is rejected The applicant may appear against the decision By giving notice To the secretary Within 14 days After being advised Of the rejection Thank you Wow Gong is666了 六六的 六六了 Xiawei GianGian Kan you Si Si Ten Approval of Committee I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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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Publications Rejected The applicant May appear Against The decision By giving notice To the secretary Within 14 days After being advised Of the rejection Sector Secretary Sector Secret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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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道 也行 还有两种读法 好的 太紧张了 六点 六十六点六 好吧 太紧张 好 觉醒 老师晚上好 你好 PAM Approved of committee 2 If an application is rejected The applicant may appear against the decision By giving notice to the secretary Within 14 days after being reviled Of the rejection Yeah 非常享受 一点错了没有 这样的读法 咱不要紧张 就像你们学生师兄一样 就稳稳地到来 不要图快 稳稳地 小军来 是 10 Approved of committee 10 Approved of committee 2 If an application is rejected The applicant may appear against The decision by giving notice To the secretary Waiting 14 days After being advised Of the rejection 哎呀 小军 你的问题 张成学得很溜 而且读这么长 戏子 没问题 Approved of 这个 大家好像都没读出来 Approved of Be紧张 Approved of 就出来了 Approved of 你那个 给扔到哪里去了呢 不要扔它 好 文叔 师傅好 你好 好 我们读一下 10 Approved of committee 2 If an application Is rejected The applicant Approved of committee Approved of committee 2 If an application Is rejected Approved of committee Approved of committee 14 days After being Advised of the rejection 嗯 很美 哦 这个申请人 应该是怎么读的 申请人 是 Applicant Applicant 好 改过来了 我刚读错了 是吧 对 好 好 我们吉祥 只许大声来了 惭愧 您教我们慢一点 不要太快 我们慢 我已经紧张了 师傅和你 吉祥 来示范 OK 10 Approved of committee 后面 听不清了 好吧 好吧 我们的听力 跟不上 它的速度 前面稍微弯了 后面 那么快 好吧 夏令 爱玲 你呢 10 Approved of committee 2 If an application Is rejected The applicant May appeal Against The decision By giving notice To the secretary Within 13 days after being advised of the rejection 也是五个六啊 六个六啊 好 没 那 金金 你又打了个酒 是吧 你要背吗 一串六 好 你自己弄到六个六 好 来 老师是背的读啊 我不知道啊 你打的酒吧 The 10 Approved of committee If If not If an application Is rejected The applicant The applicant May Appean Against The decision By giving notice By giving notice To the secretary Within 14 days After being advised of the rejection 嗯 等下来了哈 给你几个六呢 五个六 你自己打的六个六 是吧 但是呢 你这里重复了一下 要去一个六哦 五个六 好的 我们今天咱们开心的 把这一句章程 学完了 不知道大家记住了几个单词 是不是把这句话记住了 因为它比较 对我们漫漫的来说 是复杂的句子 您能把这个几句背下来也行啊 哦 小纪 你要背吗 我想试一下 我还不确定 那也是吧 嗯 Pen Approve The Committee To I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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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 Application Application If An Application is Rejected The Reject The Applicate May Appear Against The Decision By Tong Go By Giving Notice To The Secretary Way Waiting � Waiting Way Oo rejected rejection rejection 对后面这一句还不太熟 你自己再练一下 after后面 感恩老师 辉的不错 比大部分都辉上来了 那么这一段我们挑战结束 下面我们就庆祝 漫班的小语法了 漫班小语法 我们今天才学到一个起始句 上一次已经说过 因为其实这个对象 它主语就是指第二人称 我就对你说的 我让你去开门 我让你去关门 我让你去打开书 我让你去打开电脑等等 那都是第二人称 你去做就好了 所以通常就把主语给省了 省了以后 那个动词呢 都是用原型 因为它没有涉及到第三人称 所以它基本上都是用原型的 千万要记住哦 这个黄色部分 首先咱们知道 这个好多条 咱们不需要记 记什么 就是动词原型 肯定句 其实就是肯定句子 就是你 首先把这个原型 给它拿出来 它这个太复杂 咱们不需要去看 就是通过这几句 后面咱们再慢慢练 记住动词原型哦 咱们先学肯定的 这种起始句 通过我们的练习来试 比如说这几条都是肯定的 起始句 就让你干什么就好了 那大家说这个还有否定的吗 有啊 比如说我不让你诞 不要把你的书打开 那就是否定的 现在我们说的是 请把你的书打开 那就是说肯定的咯 请我知道 please 但是呢 please后面 真的是动词哦 那你找一找 这里面 please 后面接谁呢 please 逐语省了 然后动词 Open Please open Open什么 你的书啊 Open什么 你的书 In your book 咱们姐姐怎么这么快 公式 你不用看了 就这样子 你现在听哈 please 就逐语 第二人称省了 没有逐语 直接就找动词 Open Please Open Open什么呢 打开什么 你的书吗 就your book 答案 Please Open 记住哈 先说这个 Open your book 好 下一句 动词省略哈 动词 那个 动词省略 逐语省略哈 那你关上门 没有 那么 我们就先找一下 这个动作是什么呢 关上 好 关上 那么爱情打出来 Close 门 Close the door 然后 Anna 把后面再加上 他的名字 但是仅仅你那个名字 是不是按错了的 Anna 是不是大写 Yeah 记住哈 关上门 如果没有名字的话 就是关上门 就命令你了 仅仅 关上门 Close the door 看一下 是不是呢 就这样 是不是很简单 他这样的句子 比较简单哈 好 下一个 请 关上 窗 他有请字哈 你得先把个请 写到前面吧 Please 然后就找动词 Please 关上 Close 窗 喂 Window 是的 Please Close the window 因为我 现在让你关窗 就是我指的 我们家这个窗 你就加冷凍 哈 好的 请 打开 好 Please 打开 先找动词哦 打开 打开 Open 窗户 打开什么 窗户 Please Open the window Yeah 好 下面他说了 关上 盒子 你会说不 关上 盒子 告诉我 这关上 就是把那盒子盖上 关上 Yeah Close 盒子 the box 是不是呢 Close the box 是的 就是这样 很简单 哦 好 下一句 把你的名字 写在这里 Anna 好 这个好像很复杂 那我们先找动词呀 哪个生动词呢 看看 诶 写 写呢 我们就首先 写怎么说呢 Right 是的 先把这个写 拿出来了 Right 写什么呀 写你的名字 对不对 Right 有了 写什么 你的名字 Your name 写在哪里 在这里 Right Your name 在这里 Here 然后 Anna 是不是很容易呢 找到动词就好办 Right Your name Here Anna 哦 时间到了呀 那么下面呢 大家自己把它截图一下 您先找动词 然后你再看后面的 它是 基本上都是 先把动词找到 因为它前面没有主意嘛 你不需要找主意的 自己截图 下一次咱们再做后面这个作业 我先翻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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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先翻译了 surprised -end-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